拉鲁岛吃日月坛 少祖祖灵圣地 日前传出疑似遭立奖玩家闯入 造成草环扶牌断裂 紧急修复 夸张的还有在坛面上的四手调网 竟然被游客攻占拍照 近年来国旅行日月坛游客多 带来不少乱象 如果要再走出去的话 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日月坛的评计 日月坛面湖景饭店入住一晚不便宜 根据观光署的统计 去年前三季全国观光旅馆 每晚平均房价是4626元 南投县每晚平均房价高达 14668元全国最高 住宿房价都很高 就觉得说 那会这么高吗 但是去国外都觉得 然后价格都比较低一点 就反而比较宁愿去国外 房价我也觉得稍微偏贵 但是因为它毕竟就是在 国家级的风景区附近 我在想它锁定的客群还是不大一样 南投县的旅宿业者超过上千间 一般旅馆有118间 还有民宿915间 其中观光旅馆只有4间都在日月坛 国际的观光客来到台湾 他们的消费水准相当的高 所以它的房价自然而然 它必须要高一点 然后符合他们这些国际旅客的需求 县福解释饭店经营策略 主攻高端客群 那他们的房价都是破万块 那可是他们也提供了 五星级以上的一个服务 那我们南投还有1000多家的旅馆跟旅宿 那价格跟服务都非常的多元化 美丽的日月坛 湖光山色风景美 带动国内外旅游人潮 想到日月坛住一晚 精打细算的小资族 可以提前规划订房 多看多比价货比三家不吃亏 民事新闻许家成张家伟南投报道